欢迎回到热心追踪 每到秋季就是品尝大闸蟹的最佳时刻 鲜甜饱满的蟹膏更是涛客们的最爱 不过这两年却频频传出 进口大闸蟹验出含有带傲心 其中2018年被查出有4万多公斤的大闸蟹 可能含有带傲心 然而进口海鲜必须经过数天的查验期 业者不等检验的结果出炉 私自偷卖给餐厅跟养殖业者 导致无法挽回的结果 如今恐怕已经有9000多公斤 被消费者吃下肚 对于带傲心大闸蟹 消费者束手无策 只能要求政府单位严格把关 记者朱涵与吴清俊的深度报道 蒸笼一开热乎乎的水蒸汽 飘散出大闸蟹美味和香气 拨开硬壳 满满的蟹黄和蟹膏 韬客就爱这一味 每到秋季9月10月 是大陆大闸蟹成熟季 其中苏州阳城湖 更被称为大闸蟹的故乡 不过就在2017年 大陆进口的大闸蟹 被验出戴傲心 引起国内市场一阵恐慌 没想到2018年 戴傲心毒蟹事件再度重演 工作人员忍着恶臭 打捞出已经死亡 沉入池底的大闸蟹 这里是苗栗县投乌乡 诗潭村的一处养殖池 大批卫生局人员 轻点盘茶数量 但这些都是受害的中下游厂商 根据卫福部和海巡 相关茶器单位的调查 目前发现有三家大闸蟹进口商 至少被查出 40,276公斤的大闸蟹 有戴傲心疑虑 不过进口海鲜茶厌期 必须等待数天 业者不等结果出炉 私自偷卖给餐厅养殖业者 如今短少数量 多达9000多公斤 很有可能已经被消费者吃下肚 边境管理的部分 因为它检验这个大奥蟹 需要一段时间 所以它因为是活体的关系 可能会先放到一个 中继的这个养殖池 让它先存活一段时间 等验过了才同意它去贩卖 那可能就是在 还没有验出来的时候 它就释放出来 造成这个消费者有吃到 这个有大奥蟹的大闸蟹的疮狂 个另一是担心的是 大奥蟹主要会残留在 大闸蟹的蟹黄蟹膏上 民众品蟹吃的正是这个部位 等于是直接把毒吃进度 像如果螃蟹的话 它容易都会在一些内脏部位 像是蟹 什么蟹人蟹膏 也比较容易 比较多大奥蟹 不过大甲蟹 我们大概就是吃那个蟹人蟹膏 对啊 就是说应该说 我们因为大奥蟹 它就是没有解脱剂 所以我们还是 因为其实你说螃蟹 会不会有大奥蟹污染 其实对民众来说 它不好分辨 其实我们皱眼 我们也没怕分辨 看也看不出来 被称为世纪之毒的大奥蟹 是一级致癌物 无色无味 害人于无形之中 不过一旦毒性爆发 几乎没有挽救余地 前乌克兰总统游生科 2004年遭人下毒 帅气脸庞完全变了痒 神经毒导致他脸上 长满了绿挫疮 主要原因就是代奥蟹 代奥蟹对人体的伤害 我们分为两方面 如果一个民众 他在短时间内 大量吃到代奥蟹的话 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皮肤病变 像立作肠 可能会有肝功能异常 长时间很长时间 可是低剂量吃到代奥蟹 反而就是代奥蟹 因为它会影响内分泌的表现 影响我们的一些免疫能力 所以它会增加癌症风险 大炸蟹本身并不含代奥蟹 而是环境污染进入到食物链 举例来说 燃烧有机物塑胶 废弃物或者电缆线 燃烧时所产生的飞灰 存有代奥蟹 在空气中慢慢沉降 掉落到泥土水里 动物食物 植物吸收后 而遭到污染 人类在把这些代奥蟹 污染食物吃进度 它半衰期就高达七年 所以代奥蟹它是织容性 半衰就那么长 所以你要七年时间 在我们生物体 才能减少一半的量 在七年再减少一半的量 至少四到五个半衰期 才能完全代谢掉 所以说 关于我们吃到代奥蟹的话 根本都要好几十年 才能代谢得掉 以海鲜类的食物来说 代奥蟹会残留在内脏器官 而家畜动物类除了脏器 代奥蟹也容易存于脂肪组织 肥肉跟皮 我要每天多吃一些 什么高纤维新鲜的蔬菜跟水果 因为代奥蟹它是织容性化合物 所以你多吃一些新鲜蔬果 也可以帮助我们尝味道 把这种代奥蟹把它排出体外 代奥蟹计算单位皮克 极为精细为小 若以一公克计算 皮克是10的负12次方 换句话说要检验出代奥蟹 几乎都是在兆分之一 或是千兆分之一 目前全台湾只有农委会跟卫福部 专则检验代奥蟹食物污染源 环保署检验代奥蟹环境源 另外还有成功大学 以及民间8家检验机构 检验单位如此稀少 因为眼前这台高解析直谱仪 一台要价1000多万台币 除了机器设备技术之外 边境查核这一关更是重要 目前代奥蟹大闸蟹查验过程 食药署已经公布流程 以及必须查验的十多种药物 但最重要最关键的代奥蟹图谱 能够知道大闸蟹 到底是在养殖环境中的 哪个环节遭到污染 至今尚未公布说明 进口大闸蟹到底为何含有代奥蟹 至今依旧没有答案